好 进去坐坐吧 好 梁智远 梁智远 有些话 我要跟你说明白 秦梅 什么都别说了 咱们都这么多年了 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 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志愿 到任何时候 你都不能把我甩了 如果你把我甩了 我就没活路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 你以为我愿意 让咱们家的儿子去爹少妈呢 梁智远 我可以和你做一个君子协议 从今天起 我不管你了 说真的 说真的 我不怕你找别的人 但我就怕你找徐晓曼 因为我知道 你爱她 因为我知道 你爱她 我自己是想要去的 不然我会有没有 你还在这儿呢 我以为我为你 你也不想要去承认 你用来的 我做一个大事 我做一个大事 来啦 闻局长 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呢 你怎么又买水果呢 吃呗 冰箱那个放不下了 扔都扔不过来 这个是澳大利亚舌果 这都是进口的 我问你 您明信的事你知道了吧 听说一点 你说这封信是针对梁志远去的呢 还是针对我来的呢 这怎么能针对您的呢 闻局长 谁胆这么大 这明明是针对梁志远的 看问题不能这么简单呐 局里现在需要稳定顺利 这时候局里有人出来搞这一套 我觉得是给我上眼药了 这个 这个 闻局长 我觉得 这个事绝对不是针对您的 前一段时间梁志远跟那个徐晓万 是有一些不太注意的地方 也闹出绯闻来了 无风不起浪嘛 你觉得 他们 有那种关系吗 有 你有什么证据 这个就就 便宜一种感觉呗 这种事 你不安在床上谁会承认的 感觉是最不可靠的东西 所以我不相信 梁志远和徐晓曼之间的事情 这当然也是一种推测了 你私下里啊 你帮我了解一下 这个写匿名信的人到底是谁 是什么动静 是他自己主动写的呢 还是受别人指使的 我不希望局里再出现这种事 局里现在需要的是 风平浪静 你明白吗 我明白 那文经长 没什么事呢 我先回去了 文经长 你早点休息 这个不过 还在那儿装没事呢 我给他敲了点编骨 我给他敲了点编骨 让他别太过分 老公 文经长找你是让你当局长助理的事吗 我给他敲了点编骨 到底是不是啊 有可能吧 什么叫有可能啊 不会是没戏了吧 怎么会没戏呢 有戏有戏 你先睡觉去吧 我 我先抽棍宴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进来的时候 没有啊 这两天有没有人找过你 没有 是吗 那个 你写信的时候 信封啊 信纸什么的 有没有留下什么问题 绝对没有问题 我是让我弟写的 游的时候故意去西城游的 而且我跟我弟都戴着手套 绝对连点指纹也留不下 是这样啊 昨天晚上呢 那文局长把我请到家去了 跟我谈了一下 他让我查一查 这个写信的人是谁 你别害怕 我想 可能是 文局长考虑得比较全面 他不希望再有动静了 一切到此为止 明白 明白了 明白明白 到此为止啊 好的 明杨 这个事 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不能让别人知道了 别人要知道了 没法混了 好 我倒无所谓 我没关系的 关键是你 我担心你 你刚来 要叫别人知道了 你怎么办啊 是不是 是 他那个住的地方还习惯吗 还行 就是有点闹骂 这样 过两条我给你调一下 调楼上去 房子大 空气也好 谢谢吴主任 不行不行 谢谢 局里一贯政策重视人才 是 prest